你講到橘子的角色橘子蠻重要的 看起來是一個心腹 然後現在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說橘子是地下主席 有一個人因為兩碗混沌 得罪了柯媽媽 所以本來這個人要到市府去工作 但橘子就說 沒有缺 不好意思 沒有 真假的 問一下小玉 是 這個是朱澤成 他之前有代表民眾黨去參選苗栗的立委 那他這個是講自己的經歷 他是講他自己的經歷 所以他講他自己的經歷 這當然 我覺得可信度是蠻高的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之前就想要離開民眾黨 然後因為他覺得民眾黨的路線有些變了 那所以旁邊的人有些勸他 就說那不然你先去跟柯文哲聊一聊 那至少就是說 把他想法跟柯文哲知道 還可以導正柯文哲什麼之類 他自己是這樣講 然後後來跟柯文哲跟他聊完之後 柯文哲就講說 好 那不然你明天 而且還說明天 你立刻來市長室上班 結果橘子就在旁邊 就馬上就回說 市長是沒有缺 然後柯文哲就很狐疑的就看著他 然後橘子就立刻再講一次說 市長是沒有缺 在柯文哲面前講 就直接變成地下市長 那我覺得這個也蠻奇怪 那柯文哲如果說沒有缺的話 那當時橘子你自己是怎麼進來的 你自己市長室當時也是沒有缺 你也是從社會局的機要先進來的 沒有 他是進市長室當實習生 柯文哲才硬在社會局弄了一個缺 讓他去佔缺 所以這就看出說市長室就算沒有缺 如果你真的要這個人的話 你也是隨都可以給他安插一個位置 這實習生應該是沒錢 那對他來講應該不可能 沒差 那我的意思是 你用錢來衡量 你不要補入橘子 OK 我要求你跟橘子姐道歉 對 資金 你的財產有信託嗎 人家有 是是是 那就派你去日本道歉 我帶你去日本道歉 我帶你去霸凌我這樣 好 回過頭來 那就講嘛 就講到說 哇 那這個人角色這個確實有沒有 而且柯文哲也不敢怎麼樣 不敢怎樣 那再來 然後後來他後來又安排了另外一個 他自己說是有選過立委背景 而且算是柯文哲的金主 然後要安排這個柯文哲去跟他見個面這樣 那他就喬喬喬都喬好了 他認為說應該是某個禮拜六可以 結果橘子也跟他講說 市長沒有空 市長沒有空 哇 這個 因為柯文哲當時有講過 就說只要是市 只有有立委實力層級 他都想要見嘛 因為他就認為說 這個民眾黨你可能就缺乏這些人 那坦白講你一次去擋了這個朱澤成 然後一次去擋了就是說跟這個重要人士金主的一個會面 那就都是橘子在操控 好 那朱澤成就想了又想 他就想說到底為什麼這個橘子要這樣對待他 後來是因為有一個市長室裡面的秘書他自己想就是有跟他講他後來回想起來就是說有一次這個柯媽媽去幫他輔選 那幫他輔選完之後呢剛好那個餛飩店的那個老闆就拿了兩袋餛飩就要給柯媽媽就想說你們都來很辛苦沒有吃嘛有的也許是就是可以啦 對對對就讓柯媽媽就帶回親主去吃這樣 那這個朱澤成可能也是好意啦他覺得說哇你這麼遠來啊你要再拿著這兩袋餛飩要回去他覺得也不方便 所以他就幫柯媽媽把這兩袋餛飩就帶回家了 然後後來市長室的這個秘書就打給這個朱澤成說柯媽媽很介意很在意這件事你把兩袋餛飩給拿走了 從此以後呢他就變成這個眼中釘啊橘子就幫他報仇了 他就為了那個餛飩他自己想的是這樣啦要不然找不到其他理由惹怒橘子或惹怒柯媽媽 如果是鍾小平的話他應該馬上兩箱餛飩送到柯媽媽中去 我要拍柯媽媽平時把他一直叫他塞他餛飩公子吃餅公子吃餅公子吃餛飩 你不要這麼壞人家柯媽媽 可是講這餛飩的時候還不錯了嗎 我就補一句啦我覺得就是說他柯媽媽他很勤儉持家 這個是我聽過很多的一個證實啦 就是他會這個就很很勤儉 然後所以就是即便人家送給他的餛飩他再怎樣千里這個條條 也要帶回去也要帶回去 苗栗帶到新竹都變麵糊了還能吃嘛 可是這個晚上可以吃嘛對不對 而且不見得是他吃嘛 好可憐的柯爸爸 可是我要補充一下茗玉姐 如果朱澤成他的爸爸姓焦 就不一樣了 那就不一樣啊是不是 是不是交信實習生明明沒有缺 柯文哲也是被脫估硬是用私底下的方式安排在 他在市長市當實習生也是要幫他排缺啊 所以朱澤成如果柯文哲喜歡的話 柯文哲要用了 橘子講幾百次都沒有用 我就是會用他啦 交信實習生不是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朱澤成你的爸爸媽媽的名字 沒有柯在柯文哲的心目中嘛 但橘子的角色看起來的確是傳達柯文哲 柯文哲最真實的意志 對 他就是他的東廠他幾個衣衛 柯文哲要的他都知道 柯文哲不要的他也不知道 柯文哲要你辦公室的照片喔 柯文哲要我辦公室的照片幹嘛呢 把你碎屍 把你碎屍萬段 把我碎屍萬段 然後那時候就沒有去拍鍾小平 對 鍾小平的沒有被拍喔 因為那時候鍾小平是柯友友 我覺得現在應該很後悔 當時為什麼沒拍 還好一點啦 我要講啦 橘子去拍我辦公室的照片 我告訴你沒有什麼幫忙 因為你知道嗎 你在那邊你可以站多久 可是他拍的那個動作就是挑釁 他為什麼可以這麼挑釁 因為他知道柯文哲喜歡 因為他現在拍的那個人叫做簡淑培 柯文哲很討厭簡淑培 柯文哲要求所有的人 如果可以擊倒簡淑培 火力要全部出擊 所以因為你簡淑培斷 是嘛 所以他就去猜啦 全部議員最恨就是簡淑培 這我可以做人證 真的喔 第二是苗柏雅 第三是許書 阿苗輸了 阿苗輸他差不多了 第二名而已 大家一樣都贏了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那個 禍害開培的這個人全部抓起來 我要講的是說 大家還記得吧 簡淑培那時候柯文哲罵我說 什麼錄音帶簡淑培對不對 結果那個是你們市府裡面 內部同仁給我的 而舉止竊聽議員偷拍議員 這一件事情是光明正大的 你柯文哲說一套做一套嘛 你在監督你的政敵的時候 你就讓你的心腹去拍 然後用這種鬥爭的方式 來當你自己 逃你所好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噁心的 而且那個人領的是國家的薪水 是為台北市民服務的 就算他是橘子是你的心腹 但他領的都是台北市民的薪水 我們又聊到橘子 可能會愛偷拍 然後另外呢 3Q呢他也爆啦 他就說呢 邱玉凱也喜歡拍 拍什麼呢 拍野生可皮 哇 他說這個原來這個人設都是用營造出來的 我想請教我們在場 比如說阿祖好了 你過去再看到 比如說有這網路上啊 有人說哇 我在捷運上看到柯文哲欸 哇 市長好親民喔 跟大家一起搭捷運 你現在才知道 是不是原來都是營造出來的 當時看到文章的時候 其實就蠻像 所謂網紅操作手法 你做一個行銷手法 一定要是在網路上 先製造這個人的人設嘛 那柯文哲身為政治網紅十足 他應該就是首當 要立起這個標桿 我就是要營造一個清廉愛民認真上班的好形象 可是這一個部分 其實還蠻多人會吃這一套的啊 對不對 像年輕人很多 我覺得其實我很多同學 一開始都被柯文哲個騙了 但隨著越來越多人出來爆料 我們正覺得柯文哲真的很像是古時候的皇帝 你看他不只辦公室裡面有太后來干政 那他自己呢 太后 出來呢 還要有人來幫他偷拍 製造他很親民的形象 這完全就像是古時候的皇帝 或者是那些獨裁者出來要人幫他做場面 讓大家覺得說好像他其實很親民 很勤政 然後很愛這個國家一樣 但其實最後發現什麼 其實這些都是假的 那其實就真的是什麼 就真的就是柯文哲 他確實可能有土力的嫌疑 他確實可能有背叛我們台北市民 所以其實我們年輕人開始發現說 原來我們以前所信仰的這個柯文哲 以前所信仰的柯主席 其實一切都是包裝出來 一切這個泡泡正在被我們戳破當中 作詞与 breakthrough